立法院社会福利以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为关心偏乡离岛医疗状况 周伟邱太元 委员杨耀 以及卫生福利部常务次长石崇良率队 昨天来到了澎湖医院巡视 并与医院同仁以及民众亲切的互动 了解不捧的状况 我们在立法院卫安委员会 最资深的委员 是我们澎湖的洋药委员 那我们在卫安委员内可以看到 洋药委员长期为澎湖的一个 医疗保健康方面的卵硬体的建设 可以说是为了争取这些建设不予一利 而且他对用他的非常的专业 跟智慧跟热情 然后拥有他爱护我们澎湖人民的一个心 争取了很多很多的经贵 所以我看起来是 应该是比其他省事政策很多很多 感谢赵伟安排这一次的考察 也谢谢卫福部还有经济局的努力 刚刚邱太委员在讲的 应该就是最真实的事实状态 邱委员不只是立法委员 他也是前一任的医师联会的理事长 所以他最了解医疗 那我相信澎湖的医疗在民运党执政团队的努力之下 还有在卫安委员会不分蓝绿委员的支持 他养药一定会尽可能的让澎湖的医疗一天比一天更进 布立澎湖医院院长匡胜杰表示 本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县的比例是16.92% 已经属于高龄社会 本县长期照顾住户型的机构 目前所需的床位是758床 上不足439床 因此新建的长照以及医疗综合大楼 强化医疗长照以及行政系统效能 提供临床医疗以及长照业务必须后勤资源 研乃医师以及医事人员留任并在地化 进而提升医疗照护量能 旧门厅 这个旧门厅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最原始的改建 改建完了之后又经过了70几年跟80几年 再做了两次的改建 那当时呢本来是会预定要拆除 做一个新的建筑 那当时是被设定为历史建武 所以现在是没有办法做一个直接的拆除 那我们已经呢在上个月 已经这个跟这个文化局 申请了他们做这个工厅会 工厅会呢在地的乡亲有形成共识 那是不是呢 未来在我们的新建这个长照医疗大楼的时候 那这个呢可以撤除历史建武的这个资格 然后呢就做我们新建的长照医疗大楼的建筑的基地 那我们这个新建长照大楼的这个基地呢 是从这边向后延伸中正路后面的那边有个防空洞 那我们的整个的建筑的面积大概是1400平方公尺左右 所以呢到时候会是一个在闹区 然后能够提供提供症跟这个慢性照顾的一个医疗的设施 这个是我们目前呢最近在做的规划 立委洋药除了是争取布盆新导管室设备更新的预算 卫生福利部也核定了4500万的预算之外 也要求医服汇读片中心协助布盆精进的判读技术 增进公职人员的子缺 同时要求卫福部提升布盆内部的工作环境 以及医护待遇 那我们的最大的这个好处就是 我们是地处于马公市最热道的地方 那离我们的这个港口也是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未来就是民众的就医方便度会非常的便利 所以不管是急性慢性长期照顾 在这个地方都能够提供成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系统 院长匡胜杰表示未来医院的经营更是充满了挑战 尤其偏乡离岛更是诸多的不方便 澎湖医院会努力争取补助款 持续补助 让医疗更加完善 记者王海龙报导